欢迎收看今天的汉天生活报导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8月17日下午 洛杉矶钻石狮子会于洛桥中心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爱在飞扬因为有你大型免费公益健康讲座 将近500多位本地社区民众历临会场 多位资深医学专家担任讲员 他们在讲座中重点介绍了糖尿病、心血管、高血压等常见疾病的防治重点 同时主办方还为来宾安排了精彩文艺节目表演及精美纪念品发放 请看报道 洛杉矶钻石狮子会爱在飞扬因为有你 大型免费公益健康讲座 8月17日下午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礼堂如期举行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欣 Veyce Carvina市副市长吴同怀 美国加州狮子会D4L2区总监Gary Hill 加州狮子会D4L2 Sengible A区主席莫凯胜等政要力临会场 I want to congratulate this wonderful Lions Club for putting on this event a bilingual talk on health care and I think that's so important because people really have to understand the fine details about what they can do to have better health and so I want to really thank President Jenny Huang for doing such a good job in getting this event together and having the Lions Club actually sponsor it so congratulations the L.A. Diamond Lions Club for their efforts here at this Diabetes Expo the District 4L2 of which I'm governor is doing Expo our second annual is coming up in September but this is the event for today the L.A. Diamond Lions Club is doing an excellent job at supporting the district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s far as fighting diabetes and we compliment them and thank them very very much 今天非常榮幸来参加我们这个Diamond Lions Club 他们所举办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健康的讲座 那这个健康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 财富啊名誉都是假的 所以健康是非常重要 他们愿意举办这种活动能帮助大家的健康 提醒大家健康是非常重要是非常非常公益的活动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黄会长跟所有这些Varanteer 我们这个师子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 谢谢你们的这些帮助让我们的所有的居民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洛杉矶钻石师字会会长黄玲玲 创会会长许鸿昌 医学顾问李永强等主办方代表 对于有机会举办本次健康讲座 深感荣幸 我们由新医疗顾问主席Michael Lee 请来三位医生为我们讲糖尿病的预防及控制 高血压冠心症 骨质疏松症 每个医生讲完我们有有讲问答 答对了有红包以及精美套组奖 另外我们有请光明委员会Coco王为我们讲红蓝白卡 以及雷牧师为我们主讲证则为长者及患者的居家福利 当天下午两点 讲座正式开始 医学专家Dr. Kevin Lee首先登台演讲 他在演讲中重点介绍了糖尿病的防治 糖尿病是一个最常见的慢性病 那在美国呢 成年人里面大概每十个就有一个糖尿病患 然后糖尿病前期更多了 每三个人就一个 亚历的美国人呢 医学上他是每十二个人一个 是在哪里上去 你不是说在那个 在民众啊 可能有糖尿病他们都不知道这些糖尿病 可能更多 Dr. Kevin Lee在演讲中向来宾们介绍了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冠心病等疾病的防治 最后来谈谈这个老人的心脏疾病的这个consideration 老人以前讲是65岁 我在想现在定义应该是75岁以上的 算是老人了 75岁以上 他的症状可能不明显 就是说 虽然他的疾病发生力比较高 但他的症状恍而会比较模糊 譬如说 他不会有心痛 但是他会有这个 叫should and surprise 所以会会喘 爬楼梯的会喘 这时候你要小心就是说 可能他会有惯性 将近500多位本地社区民众 让客人自行取车 如今这家公司从美国东南部一路向西岸进军 呈现西敏市出现加州首座汽车自动贩卖机大楼 其实所谓汽车自动贩卖机只是一种噱头 并非真正像饮料自动贩卖机那样投币取货 这只是一种自动化取车服务 但为达到效果 客人在网络完成交易后 可领到一枚超大代币 从大门口的投币口投入即可启动自动取车机制 卡凡纳号称买中古车不必再依赖车行 直接利用自动贩卖机即可 造成生育崛起 被封为中古车行的亚马逊 老板父子贾西亚二市与贾西亚三市合计身家达67亿元 卡凡纳的汽车自动贩卖机一律是8层玻璃大楼 30辆中古车分布8层楼接待客人取车 客人可先从公司官网超过15000辆中古车挑选 再决定亲自取车还是免费送车上门 如果是亲自取车即可凭代币前往汽车自动贩卖机大楼 一旦客人投币后 自动升降机即被启动 前往被挑中的汽车就位 汽车自动滑进升降机被送到一楼取车室 自动门一打开 客人即可上车 前后只要10分钟 由于这是客人首次亲眼看到汽车 卡凡纳提供20分钟反悔时间 但即使把车开会加 仍可适用一星期 卡凡纳无条件接受退货 很多华人在美国没有身份 白天做工晚上就想有个地方睡觉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些非法改建的小鸽子龙就成了选择 近日一位华裔房主将仅634平方尺的房子 竟然改成了11个分租房 如今他面临14万4千美元的罚款 根据楼宇局信息显示 一栋位于曼哈顿下东城显利街165号的公寓 归华裔房东尼学平所有 这间公寓位于四楼 面积显示为634平方尺 但是房东将楼内上方的楼顶和倒数第二层的公寓 非法改建 改成11间迷你房间分租 从外面可以看到 本美善只可安装一台空调的窗户上 一高一低安装了两台空调 卫生间也被非法改造 但是经过它这么一改造 导致房间天花板高度只有4.5尺高 房东需要在天花板上安放泡沫纸 这样租客才不会磕到头 据悉这些迷你房间的租客多为短租客 月租约600元 算笔账目这么大的房子 房东一个月可以收6600元的租金 调查人员表示 进入房间时被眼前的景象都震惊住了 自己个子不算高 但都要爬着上床 目前该公寓遭到市楼宇局查封 屋内住户也被迁离 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些华人手拎着箱子 无奈地走出了大楼 被查封后 尼学平被罚14万4千美元 根据楼宇局记录 该楼记录在案的楼层数为5层 共27间公寓 另外被罚的还有楼内701号公寓的 华裔房东林静亚 他收到楼宇局10张违规罚单 目前楼内违法改建的两层住户内的租客 都暂时被红十字会安置到其他住处 一座装扮诡异的游乐场 在好莱坞大道上吸引往来游客的目光 原来是恐怖片《小丑回魂2》主题鬼屋 这座游乐场将在9月6日上映的电影中出现 而如今已率先真实呈现在观众眼前 在15日开幕日有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整个过程经历10个互动式场景 音效营造出逼真恐怖氛围 游客尖叫声此起彼伏 恐怖片《小丑回魂1》两年前推出后 票房和口碑双赢 片中小丑形象深入人心 掀起一股文化旋风 如今续集已经拍好 只等9月6日公映 故事将发生在上一集27年后 片中的孩子都长大了 而小丑也再次回归展开杀戮 这次的《小丑回魂2》的主题鬼屋 周围挂满了片中小丑猙獰面孔的海报 空中也漂浮着小丑用来引诱孩子的红色气球 极端的视频体验展示了片中多个重要场景带来的惊悚感 包括主人公在一所游乐场内的玻璃房子 与小丑再次重逢 游客进入这个玻璃屋后 室内光线会一直在红蓝之间闪烁 让人无法看清楚周围事物 片中惊悚音乐也会在耳边响起 还会有穿黄雨衣小男孩突然走过身边 或镜子里突然出现小丑的影像 让人措手不及 另一个鬼屋中整个房间画满小丑图案 当人们看了眼花时 居然有演员身穿与壁纸一样的隐身衣 突然在你身后的墙壁划过 或从地板上跃起 令人毛骨悚然 另一个场景是模拟已发布预告中 一个老奶奶阴森恐怖的家 当讲解员给游客讲述整个房间的秘密时 突然有一个演员冲出来 在大家慌乱尖叫中又消失不见 这样的把戏会重复多次 游客们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看似假人的道具说不定一会儿就动起来 也冷不定会有人在耳后说话 活动接近尾声时 鬼屋还会模拟地震效果晃动起来 张着血盆大口的小丑 就会现身游客中间了 活动免费入场 18岁以上成年人才可参与 要查ID且不能带手提包 但因游客很多排队要超过两个小时 如果在网上购买本篇iMAX门票 就可以直接进入 地址在Hollywood和万里大道的交口处 即日起到9月8日为止 每天下午2点到晚间11点 夜晚惊悚效果更佳 喜欢该片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 内华达州长西索利克已退回单轨电车 有意延长路线 请求州府给予2亿免税债券计划案 州长办公室证实 州长不会签字 最重要的原因是单轨电车公司前账未清 拉斯维加斯单轨电车在赌城行驶14年余 目前路线从米高梅酒店到撒哈拉酒店 中间停靠多家赌场以及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新增的延长路线是延长米高梅向南至曼德拉湾酒店 以及在金沙赌场业正在兴建的 圆球型麦迪逊花园表演中心 加设一处停靠站 加强对民众将来去赌城搭居蛋 看美式足球赛或是去麦迪逊花园 有更多交通方式的选择 单轨电车公司执行总裁瑞曼斯表示 单轨电车延伸计划可以帮助减低赌城交通拥堵 同时电车节能减碳 更对环境清洁有益助 内华达州政府应给予支持协助 恳请州长不要很快下定论 为内华达州更好的发展而签字同意拨款 这笔经费是该公司建设新延伸路线 所加上偿还一笔1300万元的贷款 州长办公室表示 州长做了深思 由于单轨电车公司没有偿还 基欠州府当年给予的6亿5000万公债款 而在2010年以破产保护处理 前债未清这次就不再给予借款 感谢收看本期的汉天生活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